2024年老店 老板张北和素有食神外号 擅长研发独门料理 这道牛肉业是1983年 全国烹饪比赛的得奖作品 取牛前腿肉靠近关节部位的半斤半肉 一只牛只有两块 以独特配料慢火细熬而成 筋软而肉不散 香浓而不新山 外形仿佛长得饺的吉林斑 因此又名头角真容 汤头是用牛骨、牛筋与牛肉熬煮而成 加入红糟及豆瓣酱调味 色泽成鲜橙红 味道浓郁却不失清爽 搭配的细面则加入了鸡蛋的蛋白成分 让面条的口感软硬适中 滑润顺口 这一家则是具有二十年历史的知名老店 山东家常面 是台中艺文界人士爱好的面店之一 老板孙君山喜好研究面食 可以在短短五分钟内 拉出又Q又长的面条 因此被客人封封为面神 它的牛肉面是采用自制的粗拉面 介于乌龙面与拉面之间 面条弹Q细长 软柔代韧 吃起来细腻又富有嚼劲 汤头则是用前腿牛腱子肉与豆芽菜 一起熬煮的牛肉原汁 不加大骨与牛油 因此汤汁比一般牛肉面 更鲜嫩清爽 配上用独家配方 炖卤两小时 软黏入味的牛肉块 呈现一种类似日本牛骨拉面 很适合细细品尝的清新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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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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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